我现在是在跟随我们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的增援的救援力量一起前往镇中草登乡的路上 此前在地震发生以后 当地消防救援支队的沙尔中乡政府专制消防队的一车九人前途分队已经抵达了镇中 以当地的干部群众一起开展救援 从这么镇中传回的消息看 镇中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 有部分的房屋应地震损坏 而现场的通讯也是刚刚得到恢复 我们阿爸消防救援支队的增援力量是从昨天晚上凌晨就出发 路上要途经80公里的路程 但是一路上遇到了山石垮塌 行进的速度也很慢 我这一路上走过来看到路旁堆积了很多的这种清理过的山石 应该是道路非常的险峻 下午三点的五十分左右 阿爸消防救援支队的第二批次的增援也抵达了草振乡的政府 随即已经开展了隐患排查 转运物资 便民服务等相关的救援工作 很快的 畢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